我负责任的说肯定有人来了 我起码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个喷子 原先告诉人家又有水 谁没有就是喷你 那你就直接问吧 第一个问题 二号房间是吧 只能猜二号对吧 如果我要说我是男的 他可能百分之七八十就能猜出来 我要说我是一大猩猩 那个是这样啊 王老师 我特别想跟您说一下 之前一直没告诉你 很不好意思 这次我本来找了三个嘉宾 后来又有个嘉宾说 我也要去 又一个嘉宾 我也要去 改了机票都要来的 你不会告诉我 这房间里面待着六个人吧 一共七个今天 跟你说一下 但是 来 第一个 为什么就只能从二号出呢 因为我们人太多 就不能来回分房间了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 当然是七个还是十个 你自己开始办吧 好吧 来 第一个问题 好吧 这个 你是哥哥 姐姐 弟弟 还是妹妹 请回答 忽略 那我能不能理解 她是个男的 第二个问题 要是女士 她是不可能这样回答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您是八十岁以上呢 还是八十岁以下 非常好的问题 先把我爸给排除了 八十岁以下 咱爸多大年龄了 四十岁以上 还是四十岁以下 还是四十岁以下 你认识四十岁以下的吗 哎呀 这大过年的要猜不出来 这让喷一下的话 这不得让全国人民给笑死了 是吧 成天折磨别人 最后四几个猜不出来 滑过四十岁 滑过 我这就算滑过四十岁 刚四十吗 是吧 您是一米八以上 还是一米八以下 她肯定想汪正正 早晚不一样 就是早上 一米八以上 晚上缩了 您能大跑步吗 您能狂奔吗 你走路是不是这样的 说实话 急了能跑 急了才能跑 好 现在确定是谁吧 像这样俏皮 这样调侃的语言 特别像纳威 他就这么说的话 纳威 确认吗 确认 王明天老师 纳威 让我一起拭目以待 第一个嘉宾 二号房间的 是不是 我们的 你能说快点吗 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 纳威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这 找个鸭 这个比我长 你可真行 哥 你不过年也回不来 过年也回不来吗 这家伙 不是 赶紧让主嘉宾站中间 主嘉宾站中间 我习惯了 习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王闻店啊 这个太坏了 我前两天 晚上 给我发了一个 那个语音电话 哎 那个明天一起去吃个饭吧 啊 我说哎 啊 那个啊 然后我说那个什么意思 他说那个就在东单 咱们找个店吃个饭 我说行行 啊 我说但是我不一定能陪你吃饭的 框我 哦对 他想知道一下你在不在北京 然后他给老高打电话 高一鸣 我那个助理 那特别 我那个助理 我幸亏跟他说了 然后呢 这个助理就犹豫犹豫的 我归 他太聪明了 对 这次 太聪明了 这次老高表现的还是比较镇定 对 他工资扣在我这呢 哈哈 哈哈